中国人民海军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陆战队和暗访部队五大兵种组成 他们共同筑起中国海上的钢铁长城 而其中 潜艇部队是象征大国地位 支撑国家安全的战略部队 近日 记者探访了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基地 因为在几百米深的海底长期工作生活 想要成为一名潜艇兵 必须经过文化测试、心理测试、养过敏试验三道观 而性格坚韧、吃苦耐劳 则成了潜艇兵的必备素质 要有个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 没有白天黑夜 实际上我们出海 海上一星期以后吧 人的生物中就混乱了 实际上就是这个时间都比较混乱了 你就按这个时间点进行这个直耕直勤 对于潜艇兵来说 每一次出航都是一次无声的告别 每一次下潜都是对信念的考验 在水下深海苦中作乐 积极向上 也是潜艇官兵们普遍的精神面貌 我们这个一次出航用之前呢 就是我们这个艇员就带了一盆那个绿植 绿植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盆肉肉 去带到这个苍石 带到这个他自己的生活那个地方去 去把它呵护它 实际上这个一路下来啊 把它养护的呵护得很好 是吧 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都暂时就拿着个手电筒 去给它当阳光来照 除了精神 专业技能也必不可少 在潜艇上百人一杆枪 各个岗位都与潜艇的生命力 战斗力息息相关 这就需要每个潜艇官兵都拥有过硬的文令 成为技能多面手 百人一杆枪几十个岗位 上百个岗位 每个人都必须有着过硬的白领 很难说哪个岗位会出现问题 所以就是要求 职责要求你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什么能力呢 就是熟练操动 你的执掌设备还要及时准确判断出现的故障 排除故障 那时候正值12月份 那个东北零下二十多度 我们的厂房和宿舍 还有一段距离 就每天就跑到艇上 然后跟那个厂家院所的人 正好也在那地方 就请教学习 最终就是两 就是我们就是 把这个设备的原理摸动完之后 就是建议我们在这个控制系统上 加一个干预信号 这套系统最终反正是经过 前年后三四个月 也把这个东西给改了 我们一代请这个装备改完之后 全海军的所有潜艇都改了这个 为了潜艇事业共同的使命 老兵们会将自己的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人 如今 年轻官兵已成为该潜艇基地 新的中坚力量 作为一个老兵来说 这个时候引导新同志 引导输导他们 同时要坚定在自己的岗位上 还要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潜艇部队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船帮带 这么多年的发展 不光在装备上有的提升 在人员素质各方面都有的提升 从有海无防到强大海防 从13个人的部队 到五大兵种齐全 人民海军从江苏泰州 百马庙起航 如今已走过72年风雨 72年的时光里 白手起家的中国人民海军 如今已航行四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如今已航行四海